各位朋友 你們好 時間又來到 早上的5時多 又是頗累 昨晚又是剪了一些影片 都是工作上的事 現在帶著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心情 為甚麼呢 做完一些事 心情比較好 放鬆一點 來錄一錄自己Channel的影片 在上一段影片都說了 接下來就會說一說 我們香港在山景村發生的 其實都是一個叫悲劇的事 這件事是說 有一個爸爸 他做飲食業 欠了別人的錢 其實欠了100萬左右 警方那邊大約是五常下的事 應該都是記者說的 不是警方說的 是記者說的 因為在訪問的時候 是記者套料出來的事 他就企圖想和老婆和三個女孩一起燒炭自殺 想這樣 但可能去到後面的時候 他中途的時候 也有一個玄機 就是根據記者分析 就是說他的大女兒突然醒醒 然後大女兒比較年幼 社會經驗應該沒有太多 都是問過爸爸為何要貼上門 他也未必可能意識到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的爸爸 根據記者分析 就是說 用水淋釋了些碳 然後自己 二話不說就走下去 諸如此類 其實都是 就這樣看 都是一個很典型的悲劇 因為在香港 現在 不時都會發生這些事 因為這些都是屬於比較敏感的事 我又要 長氣一點 我要強強調就是說 如果有觀眾朋友 不是很喜歡我說這些事的時候 我就請兒玉抱 因為 我不會跟任何人吵架 不用擦拭我任何事 我現在 我這個頻道 Fundee Talk 這個頻道 就很想 將我自己 在社會上的經驗 見過的東西 希望有一個獨立 小小的思維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好了 我就管著 帶給大家 希望多小小的正能量 大家一起在社會上互相扶持 甚至乎心靈上有些交流 大家比較好過 因為現在整個世界都很混亂 而且我也看到 之前訂閱我這個頻道的朋友 留言都挺有質素 間不中有一個 一樣米 一樣百萬人的人出現 很無厘頭 都是那些變相惡意攻擊 我不知道他是AI account 但是那些 有些是Youtube 靠了 我都不會開 但是間不間中 他會有一個人 會出現漏網之餘 即是他靠漏了 那些 這些我都不會理 因為你都知道 我年紀都不小 社會經驗都有回合 如果我理他 證明我的level很低 分析能力都很低 我的收養都很低 所以這些我不會理他 亦都不會生氣 所以我和大家交流一下 我的心得 分享我的心得 好了 不要介意 我是長氣了一些 但是我怎樣都要聲明 關乎這宗個案 其實香港都會一直發生 我當然不是希望香港會變成這樣 因為說真的 你一個人 我先當他有些精神的抑鬱 這位男士 被捕這位男士 我先當他有些抑鬱 其實這件事是很悲悲的 一個人一想不開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抑鬱 壓力一大 很容易抑鬱 但是抑鬱其實是很猛的 千萬不要小看他 現在根據香港的情況 其實有抑鬱症的人 可能十個人已經有一個 就是看外面的分析 其實有法的機率都很大 你知道現在香港的壓力很大 又無端端是有一個政治壓迫原因 有些人被捕捉了 或者之後又再開另一段影片 整個香港的壓力這麼大 據統計十個人有一個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有抑鬱 其實是很簡單的 抑鬱的測試 其實當你未有事的時候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當你開始有事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些警號 就是你很多 開始產生很多負面的思想 負面的思想當然是全部都不好 如果就是因為這些負面思想很多 搞到你的腦子很混亂 就變成你會很容易有精神抑鬱症 其實它有個先兆的就是 人除了很多負面思想突然產生之外 另外一件事它就很極端 人們想起很轉流 總之又有些是不會聽到別人說話 別人說他一句話他會很生氣 其實這些都變相有些抑鬱的成分 在裡面 如果真的有觀眾朋友 有朋友 有這樣的情況 就盡快和他聊聊天 看看可不可以哀悼他 去看醫生 決定是否這些 因為抑鬱症 廢話說它是可大可小的 因為他病發的時候 隨時無法控制自己 因為你知道極端的人 怎能控制自己呢 不好意思 這麼久還沒康復 你一受了抑鬱症去擺佈的時候 其實如果真的沒有人去開解 或者沒有藥物去舒緩他 他就控制不了自己 病發的時候 這件事是比較恐怖的事 這位男士也是 其實如果他是沒事的話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 如果我是他的朋友 我給他一個意見 其實你計算一下數 即是100萬 其實你只想 現在抽轉不了 可能他都借了一些財務 不出奇的 我就不給意見 因為警方正在做事 這些都不講 其實可能有人追溯 他就一時看不開 其實有很多方法去解決 這些事情 可以坦長來還 因為說真的 你肯談的時候 一定可以談 一定可以談 其實好像這位先生 他是做飲食 你做飲食 我當你是做廚師 當你是做廚師 其實是一個廚師 你到處去找工作 你可以做一個小的廚師 或者幫廚師 甚至乎做一些年輕人 其實在香港 如果你說肯定在廚房裏面 其實是怎樣都可以做 只要你放下自己的光環 怎樣都可以做 而且工資 應該都有萬多萬元個月 因為廚房是比較辛苦的工作 最低都有萬多萬元 其實肯捱的話 說真的 你再加上自己的技能 根本上 粗粗地 養活一家應該都不算太難 因為如果你是真正愛一家人 那些家人又愛你的話 其實都可以共同面對這件事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你每個月還三千元 一年就當是三萬多元 一年是三萬多元 其實這十年已經是三十多萬 當然 分開還這件事 如果你肯談的 怎樣都可以談到 當然 如果你一百萬元 就不是還三千多元 可能要還萬多元 其實 萬多元這條數 你怎樣去找回來 當然 會很辛苦 可能你要打兩份工 甚至乎 如果你技能好的話 在一個 即是找到一份 有兩萬多的人工的 即是儲 好像剛才這樣說 那個階級 可能是幫助儲 那樣 你如果去到兩萬多元 你差不多可以這樣做 因為你 你住在那裏 如果搞不好 可以找社署幫忙 對嗎 另外一件事 就是 如果你現在的收入 是只有 一萬多兩萬 即是正常那些 那你便做多一份 要捱上去 你達到兩萬多的時候 其實 節省地 基本上是過得活的 是辛苦的 誰叫自己 是輸了生意 對不對 這些事情 如果 未受過苦的觀眾朋友 就會覺得 廢話 你說這些事情 即是 你怎樣可以捱得到 是不是真的這樣 那麼理想 這些就是因為 如果你聽到 你會覺得有反感 因為你不是捱過苦 我小弟就捱了很多苦 其實 沒有錢還沒有錢 你想清楚一點 計算一下 我們現實一點 計算一下 比如像這個案子 一家人 老婆如果要照顧三個兒女 好了 如果你捱了十年 或者十五年 因為這位先生也是頗年輕 你捱了十年 十五年 你想想 那些女兒也出生 工作 她也幫到家庭 如果真是一家人的話 她也會幫忙 背這個數 甚至乎 你捱到十年 十五年之後 其實你的數已經變得很少 因為人 只要你肯捱 一定是會有一個更好的方向 如果你放棄的話 只會向下跌 這個是小弟的經驗 很簡單 剛才如果 我的意見就是 只要一個人肯捱 就會過得到 原因是為什麼呢 我有一個理念 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 好像這宗案件 她是沉死 其實有一個道理就是 你連死也不怕 還有什麼很怕 還有什麼可以怕 連死也不怕 這件事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勉勵一下大家 其實 好像我這樣 我都面對過幾次很嚴重的情況 在年輕的時候 有一件事就是 我和兩個比較有錢的朋友 在北京搞了黨 每個人當然是 夾切做事 但是 中途發生了一件事 我和另一個拍檔到現在 都很不明白 不過 應該這樣說 我和我的拍檔 在我五十歲之前 我都不明白 我自己是壞了什麼 而令到這個朋友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們 但是 當我現在達到五十二歲的時候 我終於明白了 我終於懂得看這個世界 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 有一位 即是我們三人裏面 最有錢那個 最富貴那個 他一夜之間 應該這樣說 就是我們那間公司 在北京找了一些人幫忙 當然 這個最有錢的朋友 他負責我們整個公司的財政 因為他是最富有的 當然是 他的信譽很好 但是 三個月裏面 他沒有支薪 我們找那些人 回來幫忙 他完全沒有支薪 直至到 有一個幫忙 因為他有我的電話 直接打電話給我 他說 陸先生 你已經三個月 沒有支薪給我們 這樣 我就覺得奇怪了 沒有可能的 我們那時候又有 工作 算是運作得順暢 雖然不是賺得很多 但是順暢 然後我就打電話給另一個朋友 不是當地那個 打電話給那個朋友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我問他 你知不知道這件事 不可能的 我們很順暢 因為那個朋友 他負責接待客人 怎樣去追蹤那些項目 這個朋友負責這件事 那我就負責製作 那部分 他說 沒有可能 因為沒有人跟他提過 然後我已經暗叫不妙 然後跟這個好朋友 當然你合得分 一定是 老友到兄弟一樣 然後 去問這位朋友 第三個 他沒有回答過我們 那 大件事 我也知道很不妥 但當時我不是在北京 我和這個朋友都不在北京 還在香港 大件事 他沒有回答 然後再找他 也沒有反應 我急著坐飛機上去 坐飛機上去 一到公司那裡 奇怪了 門又沒有鎖 什麼都沒有 進去 整間公司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真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唯獨剩下兩件事 就是我和朋友 那張工作桌 當然那張工作桌 我們很簡約 都是用那些很時常的 一塊板 然後有幾隻腳 總之很小 當然電腦那些都沒有了 我和朋友沒有電腦 是我有部電腦在這裡 因為我做後期製作 那時候是做相片 怎麼也有部電腦在這裡 連電腦都沒有了 那兩個 我和我的朋友 就說 你眼看我眼 搞什麼 你想想 是幾可悲的東西 當然是什麼都沒有了 我想分享這件事 就給觀眾朋友 你想想 突然間你什麼都沒有了 又是要再來 再來 好像屯門這件事 就是這樣 我想和這位先生 又是分享一下 其實生意失敗的人 甚至乎一拋怨氣的人 不只是這位屯門先生 你自己發生的 當然這位先生 也可能發生過幾次 可能他很頹喪 可能一時想不開 或者有精神有問題 但是連死都不怕 還有什麼好怕 對不對 當然生意失敗的人 在這個世界上很多 每個人 只要你不放棄 你的身體還是OK 你一直保持上去 總有出頭天 我自己就不分享那麼多 因為還有兩三宗 這些壞事發生 有工作有家庭 總之有兩三宗 我都不說那麼多 因為現在說法 這件事 免得拆開得那麼遠 一個人做錯了一件這麼嚴重的事 其實都很嚴重 或者他都知道錯了 現在醒覺了 因為他都淋釋了些碳 可能那一刻他自己又怯 又害怕 或者他突然車清醒 即回光反照的車清醒 其實這是天比他的契機 我也看到 這個站在我的立場 就是他自己 無端端可以走去旺角的公寓 過夜 當中可能有些情況的出現都未停 即是他本身的人 本身的人 但無論如何 你一個人壞了 整個家庭是很有陰影 例如他的老婆 和他三個女兒 是很有陰影 你想想 死過翻山 不過我也是那句 如果天還未收你這家人的命 其實是一個 如果我研究了這麼久的社會情況 其實那天未必會收你的命 反而是一個契機 就是那天是想你們這家人 在未來會做一些重要的事 反過來是這樣的 可能是一個 在社會上一個可造之材 可能是幫到很多人 或者很多觀眾朋友 都會面對過家庭的問題 省議上的問題 其實真的不要緊 總之天未收你的命 你一天都有機會 一天都有機會 以及以小弟在社會上 其中一個經驗就是 其實你可以在這個契機裡面 認一認清楚 到底哪些是你真正的朋友 通常橫欄的時候 就會失去很多朋友 小弟經歷過幾件事 都很明白這些事情 應該是觀眾朋友們 如果有社會之歷的朋友 都應該都面對過這些情況 但是這些陰暗面 現在在香港是陸續會發生的 因為環球的經濟這麼差 現在我們香港這麼高壓的社會 即是經濟壓力這麼高壓的社會 一直發生的時候 這些悲劇就會越來越多 我當然不是希望社會上沉淪到這樣 所以我也希望透過這條片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說真的 大家在這麼高壓的地方 都沒有很長時間去認真交流 不過都希望如果支持小弟頻道的朋友 也好 或者有緣看到我這條片的朋友也好 如果你心理上都有一些抑壓 其實都請留一留言 在這條片裡 講一講你的情況 看看大家可不可以 一起互相負治 大家一起去交流 就算我沒有時間回應你 甚至乎有些很有質素的網絡朋友 或者觀眾朋友 他都可能會開解到你一點 我希望社會不要被魔鬼控制 大家互相負持 一直去衝過這些全世界這麼難的難關 這條片我希望衝心足願 這家人用點時間走出陰邁 天還未收回你的命 一定會有啟示給你們 以後做一些好的事出來 在這裏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我們香港會越來越好 甚至乎如果其他地方有這麼悲悲的悲劇 你知道一個人出事 其實整個家庭都散了 希望不要太多發生 希望大家互相扶持世界越來越好 我們下一條片見 我下一條片就會馬上錄 會講講昨晚美國選舉第一場辯論的分享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小弟 Like我的頻道 Share我的影片 希望大家越來越好 身體健康 我們下一條片見 Thank you 好 我記得 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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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發癡 warehouse 發療